我们再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他对未来一点规划都没有 更没有什么上进心 他现在不是每天花钱 就是博物甄业 也不会照顾别人 现在我家的人也不同意 我站在他们两个中间 真的觉得很累 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不如就分开吧 我为了能和他在一起 放弃了我在老家的事业和朋友 跑到他的城市去找他 他却还是觉得我不在乎他 并且我不想因为家庭的因素 影响了我们的感情 希望我们能好好地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林25岁来自福建 各体来有请小林 女嘉宾小琪22 22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学生 有请 有请小琪 有请 欢迎两位 福建 对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他那个地方旅游 然后 他是哪个地方 厦门 厦门 你去厦门旅游 然后呢 对 然后就是迷路了 然后就刚好跟他打听路 然后他让我加他微信 说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问他 这么好啊 谁问你路你都加微信是吧 没有 当时我觉得他是外地人 因为我听那个外地口音一听就听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刚到我这边 我就觉得 加个微信吧 看他挺可爱的 那你到底加了多少人的微信呢 因为厦门是旅游城市 很多人都去啊 问路 加了多少人呢 不多 就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 那现在两位是在哪呢 还是在 现在在杭州 你在杭州 对 姑娘是在杭州读书是吗 对 什么时候他去厦门旅行来着 去年的时候啊 去年啊 去年夏天的时候去的 然后呢 然后就认识之后 那时候就觉得是外地 然后我就当时是朋友 然后回去之后 就是电话 微信就一直联系嘛 然后感觉挺好的 他那时候也挺浪漫的 然后就会 前节的时候 过节的时候 就会从我家附近给我订花 然后给我记忆很大一项临时 到我们学校 然后我当时就很幸福 然后我朋友也都很羡慕我 然后就是过年之前 我打算出去旅游 让他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 不安全 然后让我去他老家过年 当时我也挺开心的 就结果去他们家呢 就发现他那时候过年 就是承包了一个 就烟花豹竹卖那个东西 然后当时他就让我过去 就帮他打工 说店里面比较缺人 但他说是带我过去玩 当时我是带他过去玩的 然后刚好我那个生意开始了 还没找到人 我就让他过来帮忙 帮了差不多十天 对 我白帮他打了十几天 而且他那时候就比较忙 我一天也很少见他几次 有时候中午那个饭 都是我自己订外卖就要的 好可怜 哪是白帮呀 你走的时候 我妈不是给你包了一个 很大的红包吗 那是你妈包 又不是你包的 是我跟她说的呀 那你们俩现在是在哪生活呢 在浙江杭州 你等于为了他去了杭州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春节过后他就去了 是这意思吗 对 他打电话跟我说 他来这边 他买好票让我去接他 就过来旅游 当时因为我那个店 我到 因为过年嘛 才卖的那个烟花报纸 后面我就把那个店 要盘出去嘛 盘出去了 然后我就在想 要么就留在杭州发展 就结果后面 他又完了大半个月 然后他跟我说 要留在杭州 然后他说想跟我在一起 我当时觉得两个人 如果能在一起生活的话 就更好了 我就同意他在杭州这边了 但是就是后面 他就留在杭州之后 跟他之前 在他老家那边 完全就不一样 两个人 在杭州发生了什么 他在杭州就每天就 不务正业 然后他也每天就在家里 去找工作 然后他去找工作 他觉得什么工资太低了 然后我也帮他 就找了几个工作 他去上两天就不上了 然后他每天在家里 就是玩那个游戏 每天他从睁开眼睛 就开始在那里玩游戏 然后一直到玩到半夜 你说的那么夸张啊 玩到半夜两三点 而且他玩游戏的时候 我不是有时候饿 让他帮我煮个粥 他玩好游戏就开始煮粥 然后煮到后面 那个粥都给我煮糊了 那你现在到底在干嘛 我现在是有工作 他现在那个工作 也不叫工作 就要一个兼职啊 就是给别人唱唱歌那种 而且他兼职赚了那些钱 不是冲到游戏里面 就买化妆品 买服务品 他买那个化妆品 服务品 也不是给我买的 给他自己买 他这人很臭美 那怎么说现在的人 那肯定出门的时候 洗个头什么的 他不光洗个头 他出门每天要提早 一个小时洗头洗澡 然后敷面膜 然后还画个眉毛啊 这种东西 然后他那个 试衣服也要试好久 好久好久 就每次我都要等他半天 你以前在厦门做什么 之前最早是做快递 弄了一个快递的店 后来呢 后来过年的时候 在我那村子里 就卖那个烟花豹足 然后呢 后面就到韩州 他来韩州之后 花了就大概过了一两个月 他这边钱也花了差不多了 钱花差不多 然后基本上都是靠我 然后替他接职 然后给他买饭 然后买衣服 你不是还在读书 你哪来的钱啊 我读书的话 生活费比较多 就是我自己省下了 分一半给他 给他买饭买衣服 反正出去吃饭啊 什么都是我付钱 有时候出去吃饭 跟我同学一起吃饭 我怕他没有面子 我把钱转给他 让他去付钱 等于你现在的人生 是建立在他的基础上 是吧 那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的 是因为我那边 店铺那时候盘出去嘛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 尾款没有打给我 然后当时我是想在 尾款打给他的话 也不过他充游戏 他游戏都充了好几万块钱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 然后后面就有一段时间 我看他不玩游戏了 我还挺开心的 我想可能是想通了吧 然后我看他每天 盯那个手机傻笑 我不知道他笑什么 然后我就偷偷查查手机 发现他在跟附近 那些小秘密聊天 就是你经常 大半夜出去酒吧什么的 那我无聊嘛 那我不就社交软件打开 我就找附近的人聊天吗 那只是单纯的聊天 我当时是觉得 他是一个人到这边 不认识人 我觉得好像是 也挺无聊的 我就说好心 把我朋友交给他 结果他出去就很丢脸 然后把我朋友交给他 他出去就不跟我那些朋友玩 他觉得什么 我那些男性朋友都不好 你那是什么朋友啊 真是的 他就跟我那些女性朋友玩 都挺好的 出门的时候就逛我酒 那不是你酒量差 而且你90% 90的朋友都是男的 你经常出去喝酒啊 也没有经常 他经常都去 一个月20几天都在 他太夸张了 没有夸张的 我哪有20多天在 就偶尔我朋友叫我过去玩一下嘛 那他们都叫我 别说别说啥朋友了 上回我跟你走在路上 你朋友看到我 你说我是你哥哥 那是因为他朋友圈 从来不发我们的合照 然后有一次我让他发了 他发了之后 他把他钱又给屏蔽了 那时候刚在一起没多久嘛 然后我是比较习惯 习惯不让前女友 看到我的那个生活 反正他我出去的时候 他又管得特别特别严 不管我去哪里 都要跟他报告 他经常用那个查找定位 查看我在哪里 然后不管出去 出去干什么 他都要问我 什么跟什么人 在一起几点钟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问题是你不自觉呀 你家人见过他吗 我觉得他这行租 没房没车 然后又没有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现在带他见我妈的话 肯定我妈肯定会觉得 他这个人不靠谱 肯定不想见 那我觉得也要见见 后面他就老逼我嘛 我就带他去见 他这人就缺心眼 我妈就后面 就还吃饭的时候 就问他了 问他你做什么工作的 现在杭州有什么目标 他就说他现在没什么工作 也没有想好做 就很实诚 都跟我妈讲了 那我觉得老老实实的 不是比较好吗 然后我妈就跟他吃饭 吃得也挺不甘心 觉得他这个人 就脑子有点不太好 我妈就觉得这么跟我讲 然后我妈就回来之后 就跟我说 不要跟这个小伙子在一起 所以小伙子没前途怎么样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就是说 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很上进的 我说之前还有好几个工作 我觉得都很努力 然后我妈就听我的话 我们家单亲就我一个人 我妈就说 要么给他找个工作 现在杭州安定下来 我妈就好心 帮他找一个单位工作 结果他第一天就迟到 那是因为堵车了 那吃个我也没办法 然后迟到后面还 就是跟那个公司里面的人 关系闹得不好 后面他又不干了 我妈就觉得这个人 就是彻底没希望了 我妈就说 你这个人 是不能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我妈就不让我们在一起 然后还在外面 帮我介绍那种相亲对象 相了吗 就我不知道 然后就去过 去过后面 我还跟他说了 我就说我妈 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当时跟他说 是因为我想就是激励一下他 让他就赶紧找工作 不要每天都玩游戏什么东西 结果他每天都跟我吵 就说什么我们家看不起他 那肯定啊 如果是一个男的 你听到这个话 那我听了肯定不舒服啊 你想分吗 我不想分 那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 又不想分手 又不想分开 因为我现在还在 就晚上的时候 还在酒吧做兼职嘛 然后我就想 因为我这个尾款还没到 我之前老家盘店的钱 我就想在杭州开一家店 那你喜欢他什么呀 问一傻傻的问题 你看啊 天天也不招家对不对 按你的说法对吧 又有那么多的男性朋友 对你好像也挺粗暴 是不是 你喜欢他什么 为什么非要跟他在一起呢 其实他挺善良的 而且有一种领导力 他在学校的时候 他还会在外面 就做一些那种 兼职的一些什么 他都会做领队的 对 所以我感觉他 他这点挺有魅力的 一定要挑他毛病的话 他最不能让你接受的毛病 是什么 就是以后少去酒吧就好了 少去酒吧就好 对 要求也不高 我也没有经常去 我就一个 一个月去二十天 那我就比较喜欢玩 是还是不是 也不算 也不算不是吧 听明白了 也不算不是 也不算是 但是我就觉得 他对我特别不在乎 你希望他怎么样 你愿意跟他继续交往 我希望他能正经找一个工作 不要找现在这种 就是有的没的这种工作 这个正经的工作标准是什么 人家不说了 就是那种招酒玩物 先帮他五险都给交 以后他以后对生活有保障 在杭州买房什么 以后也方便 我问问你 你家里人知道你到杭州的目的 是要扎根杭州吗 对 知道的 他们同意吗 也同意的 也同意 就是说那你去吧 你喜欢这姑娘 对 就同意了 对的 现在反而说 女生说我不要你了 是不是 我觉得他太懒散了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 觉得没有什么 确实没有什么钱 他觉得现在老跟我吵架 就说我们家人看不起他 说我们四里眼怎么样 我觉得他挺不理解我的 行吧 那该怎么办呢 互相都说 你不承担生活的责任 我没有安全感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区 来 沙老师 你觉得是真爱吗 这个男生 你也觉得是真爱 真爱之所以叫真 它的基础是什么 真诚和真实 你们两个人都不爱对方 一个女孩子 每天出入酒吧 然后经常身边都是异性 你怎么让自己的男朋友放心 你明明就是一个玩的心态 男生呢 有一点 你想让他 家人看得起你 想让他的家人不轻视你 你得做出一点 让人家不轻视的事啊 人家给你介绍了工作 你第一天就迟到 借口是什么 堵车 你来到杭州这么长时间 不知道杭州的交通状况吗 你如果真的把它放在心里 你真的想要跟他有未来的话 人家给你介绍这份工作 你可能要提早三四个小时出门 提前一个小时站到那个工作岗位那块去 这是你看中他的心 这是你想要跟他有未来的心 你也没有 所以你们两个人对未来的感情都没有规划 也没有那么爱彼此 所以你们两个人这个感情再走下去也没有意义 先成长 然后再去谈感情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来 白老师 两位好 小琴你说你特别想找一个朝九晚五的 然后努力上进 踏踏实实的那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男朋友 是吧 对 但是我真的从通过我刚才对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不会跟你好 他不可能我积极努力上进 然后我的女朋友天天花天酒地歌舞升平 那这个人也太分裂了 如果有男孩子愿意跟你好 我想吸引他们的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 好意无劳的 不求实际的 恰好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你说他是这样 其实你又何尝不是呢 那么年纪轻轻二十二岁 那么他现实有房有车在杭州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个男人有了很好的经济条件保障的时候 我才能够去供应你以前从你妈妈那里获得的一种生活的延续 你不知道你妈妈一个单亲妈妈带孩子有多么的辛苦 他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费 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妈妈有多难 你都觉得那么的理所应当 另外这个男孩子我觉得你无智 作为男人可以比女人挣得少 因为现在女人的能力也在逐步的加强 社会的空间也很大 所以你挣得比自己的女人少不可耻 但不挣 手心朝上 让人家痒 我觉得这个太没有志气 所以在你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你得不到你对面女孩子对你的信任和尊重 我想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要想赢得作为一个男人的尊重 修自己的内心 男人的尊重从来不是通过修脸来修得的 其实女人也不是通过修脸 修得的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胡老师 女生啊 你其实不太像一个杭州女生 我所认识的大部分的杭州女生 独立 干练 你不是 而我对男生说的是 其实作为一个杭州的上门女婿 你还不够资格 你有没有想过在将来如果扎根杭州的话 买房置业是多大的一笔开支 你们两人都缺乏一种对于生活的认真朴素的态度 女人不像女人整日喝酒 男人不像男人整日描眉画风 学生不像学生整天泡巴 男人不像男人整天不工作打游戏 表面上说一个男人不远千里来到杭州 为了一份爱情 这是一份很伟大的付出 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 他不是不远千里来珍惜这份爱情 他是不远千里到这来整日地玩闹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一份爱情 不远千里到杭州来 你应该知道要扎根下来 你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你得好好工作才是 而你不是 你也根本不在乎自己在自己未来丈母娘面前的形象 而对于女生呢 一个单亲的母亲 带着一个女生在杭州那个消费高的地方 本来就非常不容易 暂且不说是不是养男朋友的问题 你甚至更应该多把一些去酒吧的时间 拿去勤工俭学才是 本来按说两个人年轻 所以现在不成熟 对生活还缺乏一种认真的态度 因为年轻是可以理解的 但既然你们俩自己都谈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位置上 那你为什么还要如此轻浮呢 男生在杭州如果再这样待下去 你肯定待不下去的 所以说你趁早回福建 干自己的小买卖就算了 而对于女生来说 把自己的生活费减半 自己去勤工俭学 完成自己独立的人格 懂得如何去疼心母亲和理解生活 是你当下最主要要做的目的 希望你们两个人都节省自好 就这样 听明白了 年轻嘛 有个性 但是我觉得 个性不是用来挑战底线的名词 就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喜欢 我那样生活的男人 那我就会这样生活下去 我没有看到你对他有什么不满呀 你没有离开他呀 对吧 他跟女生在朋友圈里面聊 你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没有警告啊 你没有严厉的态度啊 你给他一个很宽和的空间 在这空间里面 他觉得他没有压力 你没有底线的时候 你不要要求别人有底线 因为是你们俩相处 对吧 所以想清楚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方红糖真情60秒 我觉得我们可能确实不太合适了 我还是想留住你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请亮灯吧 谢谢你们请回 一地恋恋的好好的 结果一方到了另一方的城市 屋里距离是没有了 心里距离却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那几天和谷方红糖 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谷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当然是看 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了 请开门 没事加油吧 了解就好嘛 找到那种向上的感觉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我相信今天节目 可能对你和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开始 加油吧 谢谢你请回 加油啊 这样一个结局 大家看过之后 我相信 就像他们的掌声是一样的 这种爱情 得不到大家的祝福 他们希望对生活负起了责任 再去寻找他们该有的爱情